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我们从小到大呀 都会听各种各样的鬼故事 然后呢 对鬼有着好奇 又有着害怕 那鬼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也会听到 有好的或者坏的吗 他们吃什么呢 我们又怎么联系他们呢 这个世界上鬼比人多 自古以来呀 有着鬼神之说 无论哪个国家 或者是某个偏僻的地区 特别是那些存在很久的房子 特别容易有奇怪的现象出现 有一位道友在国外 他先生来自日本 他是纽约人 先生姓王 在日本公司里工作 我这个道友呢 曾给我说他有一间屋子 非常的臭 味道特别难闻 这就是恶鬼所散发出来的味道 因为恶鬼的身体有着很难闻的臭味 因为我那个道友啊 还没有皈依 之后听说念地藏经 就可以消除这个味道 果然啊 他一直在念 恶鬼就没有了 之前他没有念的时候 他就喷了很多香水 但是最基本的味道还是在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呀 如果遇到这样的现象 可以念佛经 对于很多佛家弟子来说呀 他们所说的六道 其中 鬼就属于六道之一 如果人死了之后 变成了鬼 这一过程还有着说法 如果想要专门变成鬼 头胎转世的时候呢 就要专门去鬼道 如果想要变成人的话 就可以去人道 想要变成畜生 就要去畜生道 曾经有一位老居士 在信佛的时候 他很喜欢一只狐狸 而这个人所在的位置呢 是外国 他被这只狐狸啊 迷得神魂颠倒 于是他想要请人来治疗他 于是呢 有一位弟子就说 这个狐狸啊 不是普通的狐狸 而是为了来寻仇的 是要帮他父亲报仇的 他有名字 而这个名字 就叫做白狐王子 然后那个弟子就给他说法 就说 你们上辈子是冤家 并且又说 你们这个劫能够解的 说话之后呢 那个狐狮哭了 狐狸也哭了 于是 狐狮就和狐狸一起相处 有着莫名其妙的缘分了 这个狐狮啊 时常会给他念大悲咒 这只狐狸呢 似乎通人性 也跟着他念 然后这个狐狮 如果给别人念经的时候 狐狮就会在旁边 给别人加持 两个人成了合作的关系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这就是被鬼神给迷住了 不过跟鬼神相处啊 还需要一种缘分 特别是一些佛家弟子 为什么会有这种缘分呢 如果我们念地藏经的时候 如果不是来的你的亲戚的话 鬼就不会到你的跟前 而且在晚上的时候念 会感觉到非常的害怕 念的时候啊 就会有恐怖的感觉 有时候甚至你还会出现发烧 发热 或者发冷的现象 不过不用担心啊 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 不用害怕这些现象 这只是让你有恐怖的感觉 当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那些鬼想要度化 就会听听地藏经 如果你多念几天 这种现象啊 就会消失的 此外 鬼在经书中呢 也是有名字的 在一本翻译的书中可以找到 这本书就叫做《明相记》 里面有一个叫《皮萨痴鬼》 这个就是白天不能见光的吸血鬼 这种鬼呢 不会出现 也不会现身的 吸血鬼是会把人的精气 都会吸收掉 当你看不见他的时候啊 他也不会出来吓唬你 他可能会默默地在背后 吸你的血和精气 但是他不会直接吸 而是吻你的气息 就是吸了 比如在医院的时候 母亲生产之时 会有大量的血 又或者是排泄物中有血 他们只要吻一吻 就表示他们已经吃过了 之后便是 胡他那鬼 这个鬼啊 是非常臭的 但是他吃不了东西 他最喜欢吃的 就是臭气 专门找臭的地方 然后去吃臭的气味 并且这种鬼的福报 还特别的大 因为他专门 让你的肚子不听话 然后专门吃你的臭 这样呢 他就不会饿肚子了 下一个是叶查罗莎 这个专门吃人的血和精气的 这个鬼啊 特别饿毒 还有一个和他很像的 结扎普他那鬼 在坟墓附近 他吃什么呢 他吃死人的尸体 吃这些死士的气息 这些鬼都不吃食物 就只要闻一下 就可以得到美食 最后一个叫 纠叛徒鬼 这是一个像坛子的瘟形鬼 在以前的时候呢 有个这样的故事 他的功德很多 很正直 也很善良 有一次他在上厕所的时候 他就遇到了这只鬼 他对这只鬼说 不要走 然后鬼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没敢走 于是那个人就说 你就待在这里 然后那个人 就把带来的油灯 放在那只鬼的头上 他对那只鬼 是一点都不害怕的 等他上完厕所的时候 他就说 你可以走了 因为这个人身上正气很强 所以这个鬼啊 就很害怕 这个故事啊 是谭虚大师的 回忆录中找到的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就是当年的时候 如果生病 得实令症的话 最怕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闹肚子 只要闹上几次 要不了几天 就可能会死 这个病当时特别严重 很多人以为啊 这是邪气 当时大师去到了一个朋友家 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了 大师呢 就觉得肚子疼 然后一直在想 大师觉得可能有邪气了 可能会因此而丧命 于是大师也不敢 让家人知道啊 直接把小挂脱下之后 放在桌子上 然后把腰围上之后 就睡在床铺上了 但是大师的肚子特别疼啊 慢慢地就痛晕过去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死了 迷迷糊糊的 于是大师看到 有两只鬼把我给架着 然后走路都没有声音 我看到了好多山 还有水 大师就这样 直接就飞了上去 之后啊 那两个鬼 就把大师放在了一个庙里 还特别像衙门 然后就把大师推进去 说 你进去吧 还特别凶地又说 在这里等待过堂 大师当时啊 就立马反应过来 原来已经到了阴曹地府了 立马就哭了 他想起了他的母亲 他曾经说 大师可能活不久 看来啊 是真的 没想到大师年纪轻轻的 就这样死掉 于是 大师在这里胡思乱想半天 想着母亲一个人在上面 辛辛苦苦 便不甘心呢 随后呢 他就去跟那个写账的那个人 想要谈交情 然后问了半天 大师说 我犯了什么罪 要来过堂啊 然后他说 我不知道 大师又问 他在什么地方过堂啊 他说 从这里往后面走就是 大师说 是谁管理这里啊 大师一直在问 他也没有给个答复 最后大师问啊 我能够转生吗 他觉得大师很唠叨啊 于是大师问他的时候 他不耐烦地说 我不知道 只要过完堂就行了 说完之后呢 就继续写了 人和鬼 究竟谁怕谁 有些人会经常说着 我曾经见过鬼 很多人都只会当他是疯子 但是有一部分人啊 对鬼神之说 却是非常的好奇 特别想知道 鬼长什么样子 但是跟鬼见面呢 也是需要缘分的 如果没有缘分啊 那我们是见不了鬼的 不过也别一门心思 想去见鬼 这样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愿力 然后鬼道就会感应到 就比如我们经常念菩萨 我们在将来啊 就会见到菩萨一样 有很多维心主义上说 鬼是一种假想 会认为鬼在一定程度上 会伤害我们 其实不然 鬼道和我们一样 都是有着情义的 只不过我们承受的东西不同 所以显示出来的就不同 而且啊 鬼道非常的可怜 如果哪天与他们遇见 不是我们怕鬼 而是鬼怕我们 因为他们的生活 过得非常的辛苦 在六道之中 还是人获胜啊 因为人可以通过修行 有着正气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人 已经是几世修来的福分了 所以更加要去珍惜啊 在生活中呢 我们只要多做善事 多积累功德 也不要对鬼 有着很大的好奇心 这样的话 我们的修行之路中 就会比较顺利 如果真的遇到鬼了 那也不要害怕 静心修佛就好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